哈喽大家好品视间酒疗贝忠师 我是你们的酒鲜小姐姐菲菲 我们的老朋友Heson Good 为什么到阿贝这就垂头丧气的 没有尽头呢 你看不止我一个 你看他也这样 但是呢 我给你一点小提示 就是我前两天有让我的朋友去试过 这刚出的这个Community 他说的还不错 这一款呢 其实从他的那个什么 从他的包装 这个像一个什么 像一个 其实像一个模仿 他的那个名称就叫变形 所以有可能 它是应该是跟传统的 那个阿贝的风格是不太一样的 但是 这有个前车之鉴的 我之前我也想 我也是这么想的 这个以前叫 他白想了 对 他写了个heavyA 叫后期嘛 我已经以为他会更重一点 结果又轻了 对我想阿贝重一点 也会好喝吧 结果 所以对这个 人家都快上百年的酒厂 它味儿就没太怎么变过 好 那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两瓶酒 然后我们回来盲品 阿贝酒厂成立于1815年 位于苏格兰埃的岛上 是一家拥有悠久历史的威士忌蒸馏厂 在20世纪中期一度关闭 但是在1997年重新开业 成为一家备受关注的独立酒厂 我手里的这款heavyViper 首次推出是2023年的6月 阿贝蒸馏器上有一种 主要用于增加回流的装置 叫做净化器 这个净化器 主要可以从烈酒中提取不需要的物质 因此可以使烈酒变得更轻 然而这款heavyViper在制造过程中 没有使用净化器 因此可以推测这款酒的味道更为原生 酉在波纹桶里面沉酿 酒精度数为50.2度 阿贝的变形剂是Committed Release系列 新发布的一款5年份 使用的是经过特殊处理的波纹桶里面沉酿 酒精度数为48.2度 好了 这两瓶酒的简单介绍也给大家放松过了 你觉得 我觉得如果它能把味道稍微做重一点的话 我还是会喜欢的 对 就太清淡了 我一直觉得阿贝真的太清了 然后没什么 除了泥美味没有太多其他的味道 比较不丰富 对 好 我们尝尝看 这个仔细一点闻呐 就其实消毒水伴随的就是那种青色水果的味道 只不过呢 还有一点类似那种饼干 就那种麦芽笔的那种感觉 这个闻系的这个味道稍重一点点 就这个 就那个药王的味道会更重 然后烟腥味就那个熏的那个味道 它也会更重一点 我想起来了 我一喝二杯就能想起来这事 可卡粉的那种干 就你甚至能体会到那个慢慢变苦 而且是那种特别色 特别丹宁很重的那个在后面 它的烟 它的消毒水味特别冲 真的就是个消毒水味 通常会有一些烟熏的味道 但是它这个烟熏不是那种 不像我喜欢的那种 就是说那种烧木头的那种 那种比较香的那种 就味道很丹一 味道很丹一 味道很丹一 味道有点发苦 就是那个苦味 味道有点发苦 嗯 试试第二个 这个二个好臭呀 对 它的那个药王的味道特别重 特别特别臭 就是进中药店的那种味道 闻系了是有一点点咸语的味道 对啊 不跟你说 有一点有点咸语的味道 有很臭臭的吗 这个就是个加强版的第一款呀 哎哼 它后边好苦呀 但是呢它这个味道稍微比它更丰富一点 如果你真的咱俩 如果你真的咱俩拉出来跟任何一个酒 你没味的去比这个其实味道也是短啊 只不过它比第一个长 我反倒觉得它入口之后那个整个的酒体更偏更偏薄一点 干净的 你的意思是你的意思是第一个比它反倒复杂 你的意思是第一个比它反倒复杂第二个更干净 为什么我觉得第二个干净了 就是它在一个重泥煤里面它做得太干净的时候 就是会让你一喝感觉就一下子就没了 那为什么咱俩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呢 这个酒底稍微重一点 就是说它在它也有一段 所以它其实它有起来 那个水果的香气框架会稍微饱满 喝完这个再喝这个 这个好喝 对啊 这个饱满了一些 对吧 它从中段开始 它整体它从中段那里 还稍微有撑起来了一点点 这个是入口就没了 是很干净的 我喜欢第二个 两个喝的话 我会喜欢 因为我觉得这个 那个整个的有点它的感觉 我跟你意见不一样 我觉得第一个是去年的 第二个是Community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 所以你觉得那个 因为我觉得它跟它的名字完全不一样 好 我们俩完全不一样 反正总有一个人是对的 还居然猜对了 所以很明显的 我就觉得这个很轻啊 我就觉得它喝起来 它整个的酒体 那种感觉 那种干净的程度 下次不要让我猜阿杯 我从来没有猜对过阿杯 真的是 你不觉得两个很像吗 挺像 但是就是说你真的 在去喝的时候 入口的那个口感 还是有差别 OK 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刚才喝酒的顺序 第一个喝的是 今年刚刚出的Community 然后售价大概是在200米 这个呢 Highway Vapor 它是去年出的 是售价 当时是130 现在差不多也是130 它没有吵起来 也没有说 降到很多 真正是为了喝而喝 阿杯的人都是买五年呀 或者悬窝那种 人家也不会买很贵 买很贵 就像你这么想 我放家里我摆着 我等它升职 所以这个系列呢 就不适合开瓶 我们俩就是多余 在这做盲瓶 这酒就应该 保存好好放在那边 做一个收集花瓶 阿杯永远是一个 那种花瓶式的酒 好了 那这期视频就在这里了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 记得给我们点赞关注 还没有想把近情的朋友 记得扫一扫右上角的二维码 我把你们带到群里 我们去分享每天喝的威士忌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拜拜